这篇是要跟大家说明 教您该如何在Windows 10新增使用者 添加本机离线账户 可以避免重灌 也可以拿来 测试软体 这篇的教学网址贴在YouTube的注解这边 点一下就到这个页面 支持一下这个教学频道可以点击一下订阅按钮 订阅一下 好谢谢 那在使用这个Windows 10新增使用者 钱 你要就是说你的脑子要那个知道一件事 这个是有区分的 他现在的那个 新增那个使用者的账户 他区分为好几种 但是原则上是只有 两个比较大的区分 一个是连线 他就是捆绑微软信箱的那个账号 就是你那个是使用 是使用那个Outlook或者是Hotmail 等等的那些信箱 你是使用 那个信箱的那个微软的信箱账号 来登录这个Windows 10 那这个有点像是那个 就是有一些网站他是捆绑那个Facebook的 或是Facebook的账户 或是 那个谷歌的账户 是这样子的 就是类似 就是直接捆绑的 那你的这个电脑的相关的操作 有一些那个 这个记录 就会上传到那个微软的那个伺服器上 就是使用这个微软的 那个信箱账户 就是他的好处就是说 你有一些 那个位置啊 或是 一些微软相关的那个操作 的那个记录 会上传到这个微软 的那个伺服器的那个账户 就是信箱账户 他帮你储存 那你 那个换电脑的时候啊 你换其他的电脑的时候 你用这个账户登录 就可以他就可以直接 去对应那个 记录档 就是对 对应那个微软上那个伺服器上面的记录档 直接把你那个设定设好 他的好处在这 那这一篇主要是跟大家讲那个离线的 的账户 是讲这个就是 不捆绑微软的信箱账号 然后 使用离线的方式来登录windows10 这一篇我主要是讲离线 离线的那个功能 离线的账户的申请方式 就是说 主要是你要那个脑子要区分一下他是分两种 一个是连线一个是离线 是这样子 在windows10建立一个新的 本机离线账户 他主要分成三个比较大部分的那个步骤 一个是 添加本机离线账户 然后 接下来是 那个设置 账户的那个类型 成为 就是设定为 系统管理员 接下来是切换使用者 这样就OK了 那这个 windows10新增使用者 就是新增这个 离线的这个账户 大致上有三个用法 那大家可以来这边参考一下 就是到这一篇来看一下这边的文字叙述 那这个是我有遇到几次 就是有一些城市或游戏 的绝对路径 它只限英文跟数字 那假设你的那个 账户名称用一些中文 或者是奇怪的符号 那会造成 城市或游戏 找不到路径 然后发生错误 那就可以参考一下这一篇 来 建立一个新的使用者账户 就是使用 英文跟数字组合的 使用者账户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在执行 城市或游戏 就不会有问题 才不会出现那个 路径的问题 找不到路径的问题 那第2个就是 这个也 经常遇到 就是你有在安装一些 或是测试一些软体 那个 那个会 有没有 他们那些有的那个免费的软体 他会给你偷装 其他的软体 第3方 就是说偷装一些小城市 软体什么的 或者是 他去 修改你的那个系统主态档 或者是修改你系统的 注册档 然后造成 就是说他会 有的那个 软体有没有 他在安装的时候 或者是 那个执行的时候 他 去胡乱修改 这个你的主态 那个 Windows 10的主态档 或者是 注册表 然后就会造成电脑变慢 或是一些 不明的错误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试一下 这一篇 新增一个使用者 说不定就能解决了 就是可以避免重灌 这样子 测试软体 就是说我下载了一个那个简体中文的软体 爱剪辑 然后 我使用这个Locale Amitate 做转区嘛 那失败 还是 就是说还是有乱嘛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式 就是 这一篇的那个新增一个使用者 然后一个账户就是 原本的账户是使用 那个翻题中文 那新增的那个账户 我把那个语言跟地区 改成简体中文 呃 就是说做一个测试 看看这个爱剪辑还会不会乱嘛 结果后来还是失败了 就是这个没有办法是因为 乱嘛这个问题很难处理啊 就是说你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那个参考一下这一篇 里面的文章尾部说明 好 那现在要解说 在Windows 10新增 本机离线 的使用者账户 那这个因为我已经那个 添加过我就不再弄了 你就 大家就参考一下这个图文说明 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步骤一步步向下执行 那第1个步骤是点击一下设定 设定 然后第2个步骤 点击一下这边的账户 然后接下来在账户的这边 你的资讯这里 你可以看到 两个东西 一个是本机账户 一个是系统管理员 这个是指的是 账户的类型 这是我刚开始在讲的 你的脑子要知道一下你的账户是什么类型 那这种捆绑 微软 信箱 帐号的 这种账户 他的好处就是说 就是我最开始讲的嘛 他就是你用其他的电脑 你使用这个账户登录的话 那你那个相关的一些设定值 他会直接把你套用 是这样子 那我这一篇讲的是离线的 就是这种的 本机账户 离线的 他就是没有捆绑那个信箱的 就是只限制在 这台电脑使用的 这一篇最主要是跟 并不是说 这篇最主要的那个重点不是跟 不是说那个要怎么弄 是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新增使用者 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连线的 那这种连线的就是 那个 捆绑那个账号嘛 那个使用者账户 就是你其他电脑使用这个账号登录的话 相关的设定他会继续的把你 捆绑到另外一台电脑 是这样子 那这个离线的就是只限制 这个这台电脑在使用 这是账户的类型 那这个就是使用者权限 这是系统管理员 好 但是就是说这一篇跟大家讲一下这 这个那个账户的那个类型 你要那个脑子要去分一下 那个差异 那第四个步骤就是 参考一下这边 点一下这个 家人与其他使用者 再点 将其他人新增 新增至电脑 然后 这个地方 输入的就是 那个连线的 那我现在是要本机 离线 使用者账号吗 所以说是点蓝色这个 我没有这位人员的登录 资讯 等一下 点一下这个 然后再点一下新增没有 Microsoft 账户的使用者 点一下这个 好 那接下来就是输入账号跟密码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说你那个英文 姓名产生器 你可以参考一下 那这是随机的密码产生器 但是 因为这是本机的离线账户 是属于非公开的 就是偏向是比较 他不是像你的那个 他并不是像这种的 那个email的方 那个 那个账户 这种是属于比较偏向公开的 要你的那个密码的长度要比较长 可能要拉到15位18位 避免别人用的那个账号登录 那本机的话也没有 本机的账户的话就是你自己在用而已啊 就是直线这一台在用 所以说是属于非公开 是属于比较安全性比较高一点 你不要搞得太难记 简单一点就可以 是这样子 像 这种那个桌机的这一种啊 一般用那个 一般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本机账户就可以了 因为他有他的好处啊 就是说你在登录的时候 你就直接输入一个简单的那个 密码 大概8位数就好 你自己 那个想一个比较简单一点 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就是那个输入 那个 安全密码 这是避免 那个你忘记 他有三道的提问 什么宠物 城市名称 童年的绰号 这样子 那就是他他他狗狗 卡卡 那这个 这个三道密码 我建议大家 用解图软体 把这个图结下来 然后你那个命名一下那个 三道安全密码 就是那个 档案名称啊 你自己记一下 然后将图片放到USB水晶碟存放 这样子 好了之后就点一下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 接下来 就OK了你的帐号就 建立完成了 但是 还没有 系统管理员的那个权限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要点一下变更 账户类型 然后点一下变更 然后接下来是切到系统管理员的权限 然后就把它切一下 那变成系统管理员然后再点一下确定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 那个账户的类型 跟 系统权限 一个是系统管理员 本机账户 就像这样子 可以看到一下这边的 一个是你的账户类型 一个是管理权限 就是 存取跟 存取权限的 这样子 要切一下 好 那接下来 右下角的那个菜单 进行切换 就是直接点一下 滑鼠 左键 在这个开始菜单 滑鼠左键 这边有一个 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现在的那个微软 他那个Windows 10 他现在那个 只做那个后面的那个一些修改 有时候那个界面会不太一样 他不做那个大版号 大的版号像那个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8.1 Windows 10 他不做这种大版号的修改 他现在变成说是一些 那个细部的修改 他那个有的时候那个界面 会变掉 那你自己要知道一下怎么切换 你就是点到这个使用者这边 你点一下这个灯 灯出 这灯出 或者是 灯出到那个 就会直接到那个登录的那个切换页面 或者是直接点点击一下这个 灯出是 没有就是你这个账户 我这边建议是使用灯出 使用灯出 因为你这个账户他才会 从记忆体解放 是这样子 那你这个 你使用这个登录的话 这个没有解放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是使用灯出 这样子 都可以啊 然后就是点击一下这个 这边建议用灯出的方式 或者是 滑鼠右键 在开始上面 滑鼠右键 这个开始 或登出 这里点一下灯出 灯出之后就会到那个 那个我们一般登入那个Windows 10的那个画面 那你再输入 你就是直接那个右下角可以进行账号切换 这个地方我没有忘了排图 这个大家知道一下就好 右下角你可以 不是右下角 左下角 就在这个左下角他 会有那个账号的切换 那你自己切换到新的账号 新的账号 登录之后 你就会出现那个询问的那个设定 页面 那由于是本机离线账户 我这边建议大家全部切否 就是到这个画面 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就全部切否就好 这样子像这个图一样 参考这个图 好了之后就点一下那个确定 这样子 这样就OK了 好 那这段的 那个 Windows 10新增 那个离线账户的 使用者 教学就到这 谢谢大家耐心收看 这段视频 教学 OK就这样子 如果你要 赞助这个教学频道 在YouTube视频的注解这边 有一个赞助连结 点击下这个连结 到这个页面之后 那个 点击下这个网址 或这个按钮 可以到欧富宝交易平台 到了欧富宝交易平台之后 点击下这个 在这个 框框 可以输入金额 就是你要赞助的金额 200块 或者300块 500块 或者1000块 等 这边输入一下 然后再点击下一步 填写寄送资料 到这个页面之后 红色的信号是必填 这边有红色信号 可以 第一个要输入的是 姓名 手机 跟你的email 好 输入完之后 这边地方打勾 他会直接的copy过来 将姓名手机跟 那个email copy过来 那备注的地方 你可以填写 也可以不用填写 这没有关系 留空没有关系 好这个地方 记得打勾 我以 阅读并了解 这个是服务条款 这个一定要打勾 打勾之后点击 欧富宝 付款去 然后接下来是选取付款平台 他这边提供了信用卡 欧富宝账号 跟 欧富宝账户跟 那个atm 一个是网络atm跟atm 贵员机 还有一个那个 超商代码 他提供了五种的付款方式 选择一种方便的付款方式 OK后点击一下下一步 那接下来会跳到那个 一个页面 那大家在做后续的处理 是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支持你 Mark Chang教学频道 好OK 谢谢大家